大家使用雷射打眼機時 很多時都會遇到一些單質素的問題 例如這張紙 會有一張黑線 有一些幼的黑線 或者會打眼出來骯髒 我們可以跟以下的教學去學習如何改善蛋質素 首先將機蓋向上打開 然後拿出其中一個碳粉 首先我們需要按這個綠色鍵 把碳粉和感光鼓分開 然後我們就需要將這個綠色的方塊左右來回拉動 大約兩至三次 記得拉動完之後 要將方塊推到最左邊 另外如果你們會有這個催氣棒 都可以將這個催氣棒放到這個位置 將剩餘的碳粉可以吹走 就可以完整地清潔這個金屬絲的位置 到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可以用一些不甩毛乾的布 嘗試清潔這個感光鼓的表面 在左邊會有一個齒輪 可以一邊轉一邊清潔 其餘三個感光鼓都可以用同樣步驟清潔 按光鼓清潔的步驟 大致上是這樣 希望今次的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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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